民進黨主席直選以來得票率最低 也是第一位沒有過半當選的主席 而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也在今天上午發來了賀電 重申堅持九二共事反對台獨 朱立倫復電則是痛批 民進黨反中去中破壞了兩岸的現狀 而至於選戰的大黑馬學者張亞中 則是在北高的大票倉表現相當亮眼 也被視為選戰活旗 經歷史上競爭最激烈的黨魁之戰 驚險勝選的朱立倫得票率不到五成 他也創下黨主席直選以來 得票率最高與最低紀錄 而在明年九合一大選之前 他得先闖過十月三Q罷免案 以及年底四大公投兩大難關 年底四個公投就是對民進黨的不信任投票 就是倒蘇貞昌內閣的投票 那個公投票全部投同意 讓蘇貞昌內閣下台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也在朱立倫宣布 勝選後四個小時燒來客店 重申堅持九二共識與反對台獨立場不變 朱立倫回店則痛批民進黨 採取去中反中政策 改變兩岸現狀造成兩岸形勢險峻 我的回店當中也是九二共識反對台獨 再加上我主張的求同尊益 民進黨反正就是逢中必反 我們不會擔心這些綠營逢中必反 又在那邊抹紅 黨魁選舉中異軍突起的學者張亞中 由於七月氣打莫德納也在選後隔天接種BNT疫苗 而他在北高兩大票倉 緊咬朱立倫成為選戰最大Gamma 甚至被視為布局北高的國旗 我目前沒有這個規劃 我在乎的是這個樹根 而不是在乎這個樹幹或者樹枝或樹葉 張亞中很強 這股力量是不容忽視的啦 所以張亞中你說他是黏育也好 至少給國民黨帶來一個刺激嘛 得票數不如預期 只拿下一成八的江啟臣爭取連任失利 選擇重回街頭 3Q行動全面啟動 黨主席選舉之後 如何米平選戰傷痕重返執政 將是百年老店新的掌舵人最大考驗 記得綜合報導